与童是超模真的代理大使人 来 没问题就驾超模 好 我们请与童在舞台的正中央 让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捕捉画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与童拥有可爱的童年 外形又是甜美亮眼 各位可以相信她已经出道15年了吗 完美的铺植 非常可爱的样貌 而自爆是一眉小白的她 也只敢选择有专利技术认证 更透露新一代的TRC 妇尿子男超模真 就是为止她水光饱满肌腹的重要关键 好 我们请与童也把视线看向右方好吗 右方也有媒体朋友们 谢谢 我们再请与童可以把视线回到中央 谢谢 我们让官方的摄影师 以及所有的媒体大哥们 给你捕捉画面 谢谢 好 就像是最院长刚才跟大家提醒的 我们已经不是在追求以往的 好像别人一般 或者是非常非常低似脸的这样子的脸型 我们也不希望产生会有壮脸的尴尬情况 会少的自然特色 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又有紧致蓬润的脸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非常重要的火热词 右太脸就是受到现在爱美人士的重要话题 好 那么现在也请工作人员帮忙递上产品好吗 请工作人员递上的就是提奥西的超模真 让超模真大使夏宇童为各位展示 整个人看起来是更加的精致 有玻璃请看一下正前方谢谢 我们刚才提到因为它保留了 姑娘三非常天然的人长练的结构 所以可以保持天然年难的特性 以及支撑性还有延展性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就可以展现出最自然的美丽 无论是动态又或者是静态 都呈现出最完美的样貌 好 一样我们轻语头可以僵射向移向右边 让每地方我们捕捉你最完美的画面 谢谢 第二期的公鸟酸也都是由瑞士原装进口 更是全球前三大的公鸟酸公司做制造 好麻烦再回到中间谢谢 好我们最后三秒钟让现场所有的 美丽朋友们捕捉画面 好谢谢现场的美丽朋友以及摄影大哥们 也谢谢最美丽的 好请业我们一个超模的动作好吗 谢谢宇童 谢谢宇童 好的非常谢谢夜行工作人员帮忙地上麦克风 谢谢 非常感谢今天宇童亲临现场 这之前先让我再度邀请邓院长回到舞台 我们要请两位等一下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可以一起好好的来聊聊 好那么首先先请宇童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的大家好我是夏宇童 很开心这次可以担任TLC超模针大使 那今天来到这边要跟大家分享 最新的玻尿酸剂型的上市 我因为已经体验过了 所以我觉得效果非常好 我是热切的在期待这一天 然后可以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我认识宇童已经好几年的时间 非常久远 他一直大家都知道就是童颜天后嘛 但是还可以越来越年轻 这一点我就不服气了 感到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子 你依然是这么漂亮 你也很棒 美丽的秘密 我就是等这一句 你看美丽的秘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变美的过程 我最在乎的就是要自然灵动 那那个灵动呢不是动灵的灵 是灵活的灵 自然灵动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舞台剧剧场演员 对 在这个剧场这么大 演员这么小 跟观众也有距离 所以我觉得生动的表情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现在的秘密其实是很普遍了 基本上就是问问身边的朋友啊 大家都有去尝试过 但是难免你会听到有一些个案 可能在打完之后呢 有一些预期就觉得 好像没有那么喜欢 可能会觉得脸部没有办法有明显的变化 或者是皱眉等等的 对 所以这一部分我就很在乎 那刚刚其实你刚刚有帮我讲到吗 我是这一块的秘密小白 我从来没有打过果尿酸 那这是我的第一次 那我认为第一次其实要去选择的话 我一定会想要选对自己来说是 有保障的品牌 然后它是有专利科技 而且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自然 对它可以很自然的 像是隐形的 就是在你的脸上 我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当然还是要有很专业的医师 要有信任的医师 你们才可以达到这个美的共识上 如果是一致的 那目的地就会是相同的 没错 对 请到队的大使主持人真的好轻松哦 因为他把所有的关键都帮我浓缩起来了 刚才也讲到什么 你说一定要灵动 自然以外要灵动 因为现在人虽然我们不像雨童一样是演员 但大家还是希望近距离看到你的时候 你的每一个表情都是生动的 不会觉得僵僵的 那再来就是一定要非常的安全 你刚才有提到 医美小白唯一第一个选择就是他 因为他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同时也有欧盟还有台湾卫福部的认证 那我现在想要请教的就是 曾医师哦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大家现在都想要变得很 幼泰嘛 就是跟雨童一样 可不可以先以他为一个范本 就跟大家介绍 想要拥有幼泰领的状态 到底要符合哪些条件 幼泰的关键字就是 我们要圆润 要饱满 但是不能过度的臃肿 所以当我们看雨童的脸上讲 我们从上一度到下 你看这个额头顺畅的弧度 圆润饱满 但是没有夸张的说星空 我们看到中脸的苹果肌 你看高度在一个很提升的位置 圆润平整 我们没有明显的眼袋 雷勾法令纹 那但是呢 又不会显得整个平纹 已经变大大鼓鼓的 看起来像两团包子一样 下半脸的线条 这个侧脸颊 很多人这边都已经 像骷髅头一样凹陷进去 但跟雨童 从上到下这个颧骨 一路下来的痕迹 顺畅平整 他动作表情的时候 没有凹凸不平 这是我们想要的幼泰领 没错 脸部是非常的自然 但是动作是非常的浮夸 因为是超魔光 没错 而且你知道因为 现在自己我是分37岁吗 对 对 我很大方直接讲 因为我真的觉得 年龄在这个世代 其实也不是一个 让人很担心的数字 那我觉得 可以让自己很骄傲 很刺心的说 我现在37岁 然后甚至是在拍照 各个角度 我觉得也不用太害怕 就是说 哪一个角度比较好看 然后可以比较有自信 就真的因为 使用了穿模针之后 你哪一个方位 其实都很有自信 就是就变超魔了嘛 对 也不用害怕 好像会有些酸泥被人家发现 对 我觉得医师 这也是现在的潮流 一个trend 对不对 因为就像你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以往我们会希望 好像要让人知道 我们做了哪些改变 所以变得更漂亮 而现在是自然到 你不晓得不找痕迹的 自然真的是这几年的关键 每一个我们的患者 来的时候 都很希望可以变漂亮变免性 超级害怕 超级害怕变得不自然 而提念命 住在楼下之前的时候也说 打针之前也说 医生我一定要自然 我千万不能被发现 我不要跟那个谁谁谁一样 那谁谁谁我们就不说了 那就是 所以我们要做到的是一个平整的弧度 动态表情的自然 而且刚刚其实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要肤质也能水亮 我们要打击这些暗沉细纹毛孔 我们要让肤质在360度下面 都是零死角 你可以看起来是一个光泽 发亮 然后一个水润的肤质 是 永远跟大家分享 因为你亲身体验过 而且担任大使 那你自己觉得最有感的地方 还有最不着痕迹的地方就是哪 好 我自己最在乎的呢 就是法定纹 跟两家比较干燥的地方 那尤其是通常啊 就素颜的时候就很害怕暗淡无光嘛 但是我体验完超魔针 超魔针之后 我觉得它很像 就是脸上敷一个动感的那种水面膜的感觉 然后你不用害怕你的气色不好 你不用说到个垃圾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 可能要弄个气垫还是什么的 就不用担心这么多 因为你在你体验过超魔针 你会觉得那个光泽感是可以一直在你的肌肤上的 然后再来就是上妆会特别有感觉 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有时候要遮黑眼圈 那如果两家比较干燥的话 其实你上完妆 上容妆没多久 就会有那个细纹会跑出来 这个其实女生应该都懂 这个是非常苦恼的 对那我自己体验完之后 这个真的是 不是我现在要去在乎的事 现在话可以讲得这么满 对就是这么满 OK然后出去再也不用担心 因为不仅仅是线条变得柔顺好看 人家还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觉得你变漂亮了 而且还有像敷了水光面膜这样的效果 那曾医师为什么它还可以达到有这样的作用 但我们刚刚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凹凸屏的状况 那些玻尿酸硬硬的一团一团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材料 居然可以打在表浅的皮肤下 让我们仿佛做了一个隐形的水面膜 这是因为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超膜针 它不只是柔软而已 它有一个很高的延展性 于是我们在做表情的时候 它其实会随着我们的皮肤的动作 而改变它的形状 去顺应这个皮肤的肌理 那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大范围的 在皮肤下面一针一针 做成一个隐形的水面膜 达到一个长效的补水跟保湿 那也是去改善暗层改善细纹 这真的是完全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就是我们的线条要非常的美 然后也不会被人家发现出任何的端倪 最主要的是还像你敷完了面膜 才出去便利商店 或是倒包垃圾那样子的感觉 真的太开心了 也推荐给所有的小白们 对不对 就像你一样选择最让人幸福的 好 非常谢谢于同意 谢谢医师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也请两位可以先稍微回到后台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